歡迎收看 《燦爛時光惠客師》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宗翔 《燦爛時光惠客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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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編分 公民行動與營記錄資料庫 我們聯合直播的網路視頻節目 我們要透過人物的專訪 來讓大家去了解在一些 正義心事件背後 非常重要的一些制度跟結構的問題 讓我們在看社會運動的一些訊息消息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到那個衝突的面向 還能夠去了解它更深層的一些原因 那這樣子才有可能去對症下藥去解決一些問題 社會才有可能不斷的進步 在我們節目當中 我相信我們的觀眾朋友應該很清楚 知道我們談了非常多集有關於移工的議題 那過去可能包括有關移工的三年一次 所謂的必須要回國等等的這些議題 或者是在台灣的勞動權益 不過我想這些問題可能有些已經慢慢的解決 或是有些東西可能已經開始有些稍微的改變 但是一個更根本的一些問題就是 到底移工這樣的一種角色 這樣的一種身份 為台灣社會有這麼大貢獻的一批人 他們在台灣社會裡面 他是不是有某種程度的這種所謂的政治的權利 這政治權利也許不見得是 你要去參選或是投票選舉等等 他可能有基本的意見表達 他都是一種政治權利的一部分 所以今天在我們節目當中呢 就來跟大家談這個話題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專員陳柔柔 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柔柔你好 我想很多朋友可能會有一些疑問就是 這些來台灣打工的或者是一些叫移工 或者是有人把它稱之為外籍勞工 他們其實到台灣大概也只有三年跟五年的時間嘛 或者是當然有些可能在法令上面規定 可能是可以長達到14年 但是不管如何他們其實都是一個短暫的居民 他們在這裡有什麼樣的權利 有什麼樣的進了什麼樣的義務呢 他們也拿到他們自己的薪水 那為什麼你們還要去辦了一個 有關於移工的公投 然後也主張希望他們有一些政治的權利 其實對的確如老師說的 他們其實來台灣就是短暫的拘留 但是其實這次我們會談 會會特別 尤其是這個的確是蠻有一個 怎麼說大聲 比較會引起大家的一些感覺的 這麼大的一個議題 但是我覺得這一個怎麼說呢 應該說移工 雖然他們來台灣這麼久 可是老實說他們來台灣 就是遵照台灣所謂的一些移工的相關的法令 但是其實在這個法令 他們來的時候 他們就會感覺到這個法令其實有一些問題 可是老實說他們其實很少可以有一些管道 可以去直接的來對這個議題 或者是這個制度來表達說這個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我覺得我的意見是什麼 不過你到某個地方去工作 那個工作本來有那個公司的規則 或者是你到某個國家 這個國家對於移民移工 他可能都有一些他相關的一些規定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來之前你本來就清楚的這些規定 哪些是對你有好處 哪些是對你有缺點 那你愛來就來 你不愛來就不要來 那沒有人強迫你來 為什麼還要來這邊去要求這樣的權利 應該說的確他們是來了之後 就是在知道這些法規之後才來的 但是來的時候 其實就如老師說的 你要去一個工廠工作 你當然知道這工廠一些規定 但是其實在這工廠工作的期間 其實你遇到一些問題 你是有辦法去做反應的 你說如果假設在台灣的工廠工作 對對對 如果是把這個制度看成是一個工廠的話 他其實是有辦法去做反應或者是 是表達意見甚至是決定的 對 但是對於移工來說 這一些是完全沒有的 對 那我們其實想要談的是說 那回歸於 那現在勞工來台灣 台灣自稱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那你制定了這樣的法 你政府制定了這樣的法令 那勞工怎麼會完全沒有辦法去 對這個議題 這個政策做決定 或者是表達聲音 這個是有點 這個是有問題 如果我們先不要談這個所謂的政治權利 我們先把它縮小範圍 就像剛剛提到的 在一個公司一個工廠裡面 我們來做一個對比好了 就是說在一個公司在一個工廠裡面 台灣的勞工跟外籍的勞工跟移工 他們在一個工廠內部的權利上面 會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其實非常大的差別 因為其實移工來 他包括聘僱方式其實就是很大的差別 薪資上面也是很大的差別 那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其實台灣本地 本國人如果在這個工廠工作不愉快 或者是他覺得薪資條件 他不能接受 所以他可能隨時可以選擇 可以自由轉換雇主 對 但是對於移工來說 因為他來就是綁了一個三年的合約 那在台灣移工制度是沒辦法 說我勞工做不高興我想要換 沒有辦法 你一定要是雇主有一些違法的部分 對你才有辦法主張說我要轉換 這其實就是非常大的差別 就是本國人跟外國勞工其實就是 差異上很明顯的 這個其實就是很大的一個綁住的框架 所以這是一個在制度上面 例如說可不可以自由轉換雇主 或者是我們之前也討論過這三年一次 他必須要再回到他的國家 然後再重新來入境 這個其實對我們來講 都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一件事情 可是除了那個比較大的政策上面 可不可以轉換雇主 這我們待會再繼續談 可是另外我們再從內部來看好了 例如說台灣的勞工他會有一些可以申訴的管道 那或者是說台灣的勞工他有主工會 那甚至有些公司裡面 他可能會設計所謂的員工董事 或是工會董事的這個概念 那移工在一個公司內部 他所謂的所謂的內部的民主 產業的民主 他跟一般的台灣的勞工有什麼不同 其實如果說移工在公司裡面內部的民主 我覺得是都沒有 是完全沒有 是完全沒有的 即使說現在其實是移工可以主工會 但是問題是雇主都知道你主工會 現在的移工是可以主工會的 是可以主工會的 對就是依照公會法裡面已經把它納進去 但是如果雇主知道移工主工會 他可能想辦法把它送走了 因為表示說你這個移工是會爭取你的權利 不會國外聽話的 對所以這其實是還蠻大的一個差異 對那 現在目前有移工的工會嗎 現在目前 目前知道是有一個移工 漁工 漁工工會 但是他不是廠廠工會那一種 就是產業類的 然後現在其實 有陸續在試著協助勞工自己主 所謂的廠工類的工會 對但是其實還是蠻困難重重 因為其實移工他們有太多的限制 跟不確定 最重要的是其實我們常說他有兩個雇主 一個是真實請他的雇主 一個是種結 所以兩個其實都會看著他 對你做什麼動作 對對於我影響到我的話 我就可能不要了 就把你送走 或者其他的方式去牽制你 對也就是說 現在在某些的法令上面 可能會比以前稍微好一點 例如說剛剛談到主工會的權利 那當然如果真的可以主工會 他可以有相關的所謂的爭議權 團結權這些 他有可能就可以罷工 或是有進行相關的協商 不過在現實上面 他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 因為剛剛談到的那種 非常親密的關係 那特別是家庭看護工 他們也可以吧 也可以組 那更困難 更困難 對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怎麼去解套呢 就是你們所謂的政治權利 去解決剛剛談到的 在一個我們要講的是說 一個公司內部的法令 常常會跟國家的法令是有關係 所以當國家的法令 公司的法令受到某種限制的話 他一定要從公司的法 從所有的國家的法令 再去做解套嗎 這就是你們 要去解決的一些方案嗎 我們有試著這樣子去想 因為其實移工來台灣二十幾年 然後人數其實就是 到目前六十五萬 對 但是就 老實說他們引進來之後的 一些法令 包括自由轉任雇主 家務公道 現在還沒有法令保障 然後仲介費的問題 其實都持續存在 那這幾年來 移工在台灣二十幾年 我們也倡議了二十幾年 跟不管是去政府的單位 立委 去任何開公聽會 協調會 記者會 遊行什麼都辦了 但是我們還是深刻的感覺到 其實沒有人介意 關心這一些移工 那我們會去反思說 為什麼沒有人關心 那我們有一個 其實我們去年 就是因為廢除三年出國一日 我們有一個很深的體會 那說好聽 有一些立委可能會說 台灣有進步 民主有進步 提移工爭取權力 但是我們其實知道 這個法案會過是因為雇主的需求 雇主提出來 雇主要求要過 那雇主就是有選票的人 所以我們就會直接去聯想說 對於政策發聲 或者是決定 或者是我們選出來的代議士 他們注重的是他們選票 那更很明顯就可以反映出說 移工為什麼制度 明明出去問 大家都知道這個是有問題 仲介收很多錢 大家都知道 可是為什麼資金都沒有動 沒有解決 所以我們在想說 那移工對於政 他能不能自己出來 有一個直接的方式 對政策去做表達 或是決定 這也是 我們這次為什麼會把 就在移工議題 本來是一項一項的說 反而是一下子提升到這麼高 去談一個所謂的政治權 但政治權要談清楚 是非常複雜的 因為它其實包含的項目 或者所謂的層次 也會非常非常複雜 非常複雜 所以其實說所謂的政治權 我們可以看到 當然它可能包括選舉被選舉權 它就是一種基本的一些政治權利 當然它除了選舉被選舉權之外 它可能也可能包括 例如說現有的現況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年 常常應該好幾年 至少一兩年的11月12月 都會有移工大遊行 那所以移工是可以上街頭 上街頭不也就是一種政治權利的表現嗎 或者是說包括TIWA 包括其他的相關的移工 相關聯盟的這些團體 那他們其實也常常會去進行遊說的工作 那這也不就是一種所謂的政治權利的 一種所謂的施展 或者是政治權利的一種實踐嗎 那為什麼一定要去可以公投 甚至變成是可以選舉參選 參政這樣一種程式 是這些不夠嗎 的確是不夠的 對的確政治權要談有非常多 包括遊行 剛剛老師提到的遊行啊 那些其實都是 但是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 雖然他們上街遊行 但是他們不可以發起遊行 所以可以上街不可以發起 不可以發起 那我們這也就是一個被局限的 一個所謂的 的確如果要管犯的說 的確他們有政治權 有這一部分政治權 但是又是被局限的 那的確像去年 去年就是那個遊行的時候 其實勞工回去 就是在動員的時候 勞工有就是勞叮酒勞咖 我們一起去這樣子 可是仲介就來管行了 就說你敢去我就怎麼樣 所以他們其實現實上 遇到的問題是這個 就算有 官方來說是有 但是問題是他們有遇到局限 那為什麼會提到 所謂的政治權選舉啊參選 其實我們在這邊談的 我們沒有要談到所謂 那麼快速什麼 一定要參選啊 他們什麼選一個移工被選舉人或什麼 沒有其實我們其實在這邊談的是 希望他們能有權力對政策 直接表達意見 所以這也是這次我們為什麼 只提出移工公投的這件事 那我們也知道說 政治權這個要談真的非常的複雜 而且其實 老實說要談也要真的很細節的去談 所以我們這次丟出來 也有一個很大的目的是 其實在其他的國家 他們其實都有在談所謂 你不是非公民的話 你可以再有局部分的政治權 對 所以我們這次也是想說 藉由這個 然後來談開啟一個對話 就是說大家也要看 有這麼多的65萬的移工在台灣 那我們是也要開啟這個對話 來談一下非公民的 因為台灣都是以公民把權力限制住的 所以我們覺得不應該以公民的框架去限制住 這些非公民他們的權力 所以會想要用這方式 跟大家對話 不過很多國家當然會用公民的概念去限制 因為它涉及到 所謂的國家主權 涉及到權力義務的關係 就是你有繳稅 或是你是我們的國民 那你本來就有這種 所謂權力義務的這種保障 那為什麼一定要開放給這些人 就是他們不是公民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從公民開放到 非公民的這樣一個範疇 這個對一個國家會是一件好事嗎 是不是 我覺得如果是站在台灣民主的角度 就是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今天我住在這裡 不管我是哪國人 哪個膚色 但是這件事是跟我相關的 可是我至今都沒有辦法去說 我要或不要我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這是本質上就是有問題的 當然我們不 這一次我們為什麼想要打開那個所謂的公民的框架 非公民也是人啊 大家一起在這裡工作 唱著我的未來不是夢 然後愛錶價也一樣 一起在打拼的這些人是在你周邊 特別是這些義工 對那我覺得都是這樣一起 不要不要以這個框架去框開的話 其實大家都是人都是打拼的 那為什麼他們就沒有 對 會是比較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從這樣子談下來 其實你們在所謂的政治權利 其實比較是在於一個 其實是一個剛剛開始 然後希望能夠跟社會對話 那但是至於什麼樣的政治權利 其實還必須要更詳細的去思考跟討論 不過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種觀點 就像我們剛剛談到的 在一個工廠裡面 一個工人他事實上都可以表達意見 那在台灣的這個移工跟本地勞工之間的權利 其實你發現是有一些落差的 或者他們的這個所謂的保障是有一些落差 而這些落差與否其實跟整個的國家政策 是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不從國家政策 這邊去做一些調整 恐怕是有一些困難 我們待會兒再回來 我們的節目先才要跟大家繼續討論這個話題 我們會繼續來談說 那這一次在辦所謂的移工的公投 其實提出了三個問題 這三個問題 為什麼對移工來說是這麼的重要 另外一部分 台灣想要去幫這些移工去爭取這個政治權利 你其他國家呢 會不會其他國家其實已經有這些 或者是其實大部分國家也都還沒有 我們先休息一下再回來討論這個話題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大元載報新聞 全球第二大台灣第一大的連鎖量販店 加樂福來台經營28年 今年6月才歡慶拓展百店 卻遭到加樂福企業工會恐訴剝削 為依法給付加班費 除了被迫超時工作 主管甚至篡改出行紀錄 要求員工先刷卡下班再回賣場把工作完成 本月7日 工會趁新任全球總裁來台巡視制桃園巴德電抗議 要求公司落實勞動法令 也希望總裁出面善待員工 工會指出 加樂福多次被媒體報導登上血汗企業排行 2017年突破新高 違法事項高達36項成為台灣血汗企業第一名 對此加樂福公司並沒有做出相關回應 台中國際機場唯一的飛機餐供應商台中空儲 因路客減少只供餐到本月3號 而陷入財務危機 台中市勞工局也已經證實 目前台中空儲是屬於停工狀態 但從今年5月開始 公司就積欠22位外籍移工薪水 積欠的勞健保費用更高達161萬 甚至連配合廠商與銀行也被欠款 但公司負責人都不出面溝通 行政執行署於本月4日直接前往 查封7輛貨車 目前台中市勞工局也已經介入處理 協助勞資雙方繼續協商 8月31日 新竹縣有一名越南籍移工 遭懷疑意圖行切回損車輛 遠景和民房人員到場處理 一開始無法制服這名移工 隨後遠景連開9槍 其中6槍擊中 雖然緊急送醫 但仍是血過多不治身亡 本月4日勞工團體和越南移工到警政署前 抗議警察使用槍械超出必要程度 違反警協使用條例第六條 合理使用槍械的規定 他們要求警政署調查遠景 連續近距離開9槍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以及警察搭配民方執法是否合理 並對外說明 警政署回應 本案將移送新竹地檢署調查 也會協助越南家屬來台辦理後事 並強調對遠景用槍的教育訓練 一向重視未來也會繼續加強 歡迎再次回到參賽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剛剛我們在上段節目當中也提到了 台灣移工聯盟等等的組織 在前幾年開了一個記者會 這個記者會是希望能夠去推動移工的公投 那移工公投可能只是一個活動 但是它最後要談的是一個移工的政治權利 那當然政治權利的實行的方式 是有非常非常多種的類型 那其他國家到底怎麼做 以及這樣的一個公投 它背後代表的目的跟意義是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的專員 陳羅羅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羅羅你好 我們在上段的節目當中有提到 你的公投三個題目 可不可以講一下那三個題目 三個主題是什麼 我們三個主題 一個是家務工要有勞動法令保障 然後第二個是廢除仲介制度 強制國對國直接引進 然後第三個是移工應該有自由轉換雇主 然後這三個題目其實是 我們長久以來一直在運動的一個目標 然後家務勞工應有勞動法令保障 其實家務工已經來二十幾年了 然後至今他們曾經一度適用勞基法 可是後來被排除了 為什麼 他們就說因為勞基法裡面有規定上班時間 一天八小時 那對於家務勞工 家務勞工 家務勞工 就開戶工其實比較 戶主他是比較沒有辦法接受 對 他是住在家裡 而且他怎麼去區隔那個時間 尤其是勞基法規定 stand by 也算是工作時間 所以他們就以這個為由 就把它整個剔除 包括 其實家務工也有包括台灣籍的家務工 所以台灣籍的家務工也是 資金都沒有勞基法保障 那大家應該也知道 這如果一直工作一直工作 當然會有一些相關的過勞 精神異常等等問題 然後對勞工的權 就勞權上面其實是非常大的一個 美保狀的狀態 所以這次 我們這次又再把它老題 就是從老的題目又再丟出來 把這個題目再拿出來 對 然後 那第二個是廢除仲介制度 就是每個勞工來台灣 都要去付一筆很大的仲介 一國家不同 這個大家都知道 十幾二十萬 甚至有時候來台灣之後 借了錢來台灣之後 要花一年一年半的時間去償還 那雖然政府它有說 它有弄了一個職聘的 職聘中心 但是問題職聘中心 一方面 一是職聘中心 它的流程稀釋還是太複雜 第二是因為整個所謂的勞工的市場 還是仲介在壟斷的 所以就算雇主想要自己去辦 其實也是沒這麼容易 所以這問題到目前還是一直存在 來台灣的勞工越多 問題就一直存在 所以我們其實要求 因為台灣已經二十幾年了 其實對於移工引進國家 這一些配合 其實都已經假慶就熟了 所以為何不國家 對國家 就是國對國之間 不一定要透過中介 因為中介可能會涉及到非常多的利益 甚至時程 或者其他資訊不對等的相關的問題 對對對 所以我們是主張說 應該要廢除中介 私人中介 然後直接國對國引進這樣子 對 這是我們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我們是 想說移工應該可以自由轉換雇主 其實我們常舉的例子就是說 你只要是一個人你去工作 然後你有時候工作不愉快 或是遇到什麼問題 你想要換雇主的話 其實你就跟雇主預告 然後就換了 但對於移工來說 他就是合約綁住 那我們覺得這是蠻侵犯人群的 而且不是一個 合理對待人的方式 他不是一個奴隸 或者是一個什麼 買過來的東西 對 所以這三個題目 我們在這次移工 共同也是再次把它提出 對 這三個題目其實很清楚 很顯然的 其實是台灣的移工團體 包括Tiwa長期在推動的一個議題 那既然你們在過去都一直在推動上面 其實都出現這麼多的困難 當然我們會看到有些些的進步 可是他還是困難重重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有了政治權利之後 他就能夠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就是說這個政治權利如果只是公投 公投完之後就是 對啊大家都覺得要廢除 或大家覺得不要廢除 那即使大家都覺得應該要廢除 這種所謂的 允許大家可以自由轉換雇主 或是覺得應該要勞基法 那他也只是一個聲音的表達嘛 那如何變成是一個 在實際上面能夠改變的這種做法 他可能是什麼 當然我覺得聲音表達是最前端的 對不管這個結果的好 的結果是怎麼樣 但是已經開啟了一個對話 那也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 雖然我們沒辦法現實現行上 沒辦法說移工馬上有一個什麼 投票權決定權 但是至少在這個滾燈的過程中 會有越來越多的台灣人去注意到 所以所謂現在台灣 是公民的有投票權的人 他可以注意到這個議題 所以他可以藉由這個 他可能我覺得他應該 就是可以更進一步的 拋出一些想法 對那如果是這個結果 結果是假如說 真的是大家都贊成不管本老外老 那我覺得政府也沒辦法去忽視這一個 那對於移工 雖然說這次我們的移工公投 是一個模擬式的公投 但是一個是我們想要呈現移工出來投票 他們要爭取他們權利的這個動作之外 第二個我們當然也希望說 大家重新 政府重新思考說移工政治權這部分 那政治權其實就如剛剛上對我們說的 其實非常大的框架 那至於怎麼想像給他們公投 有權利公投呢 給他們參選呢 還是等等等等 這個其實真的要細部的去談 那我們當然是最希望就是說 如果在怎麼樣一個設計的框架之下 不管你是公民或非公民 你的權利都不會因為你沒有這個政治權而受損 這其實是滿大的一個想法 對啊 那至於怎麼去細做 我覺得可能就是要一步一步細節的去討論 包括說不管是移工部分 其實牽扯到的台灣的僱主的家庭 其實都應該要一起把這個問題看怎麼解決 對 因為這其實設計的範圍很廣 就是說我們即使不要考慮到說 這個僱主是好或壞 或者在但是實際上在實際執行上面 他的改變絕對跟僱主有關 當然僱主他可能在一個民主國家裡面 也許還有某種意見表達的權利跟可能 那所以他應該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可能性 不過這樣的一個公投其實已經開始提出來 那什麼時候開始進行 然後怎麼樣去投票 是所有人都可以去投票嗎 我們預計時間上是9月17到12月10號 我們都安排在禮拜日 然後有一些固定的票點我們會做公告 那原則上我們主張的是只要這個 你覺得這三個題目跟你自身利益相關的 或者是你有感覺 不管是台灣人本國人外國人 全部都可以來投票 然後對於移工外國人來說 你只要帶有你的居留證的號碼的證件 當然要有照片的 證本或影本都可以 然後移工本國人的話就是帶身份證 對我們會做一個簡單的 確認你沒有double投票 從不投票的動作而已 對你就可以針對這三個題目 做一個意見表達勾選 所以本國人外國人就是也都可以投票 那外國人當然不包括我們所謂的移工嘛 對不對 其實非這種所謂的 我們可以說的家庭勞動的 都是可以來參與投票 但是你們不會既然這樣開放 當然從一個民主角度是OK 是蠻好的 可是你們不會擔心這個 這樣的有開放投票的結果 跟你們長期在推動的主張 其實是相違逆的嗎 其實投票就是 其實不太擔心 因為其實我們覺得移工公投這個動作 大家都來投票 移工都來投 這本身就有它的意義 然後它的結果 不管是同意不同意 何者居多 它都有它的對話的價值 對所以我們其實不太擔心 我們反而是應該說 其實之前還有偷偷的說 會不會人太少 對但是的確它也可以有另外的解釋 因為就是忙著 就是沒休假 其實這種種的動作 其實都有它的意義存在 對所以我們其實還好不太擔心 但是最重要的是說 它至少讓我們開始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這種移工的權利 它不是被決定的 那台灣的民眾可以表達意見 不管你是雇主也好 或是支持移工的朋友也好 或是反對移工的朋友也好 當然更重要的是移工 它開始有這個過程當中去表達 它的一些政治權利 或是至少是聲音能夠去出現 那當然我們常常在覺得說 民主政治不一定只是投票嘛 民主政治最大的一個目的就是能夠對話 那假設可以透過這樣一個所謂的政治的行動 或是這些投票行動去促成社會對話 我相信這也是一個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講 或是讓大家去思考台灣移民移工政策問題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點 那當然回到一個現實上面 應該也很多人會去問 或是很多人想要去了解說 你們提出這些主張 但是其實該怎麼做 後面還有很多必須要再詳細討論 或是詳細去理清的部分 但是其實有些國家已經開始有這樣的一種政治權利了 其他國家他們對於所謂移工的這種政治權利 他們的實踐的方式是什麼 其實因為就是在做這個移工公投 其實我們稍微去查了一下其他國家 那的確各個國家有各個國家的不同 而且有在地的一些人口流動的情況的評估 那我們有可以查資料 包括瑞典、挪威、荷蘭、盧森堡等等 他們其實有開放 例如說你在這邊待多久 幾年之後我可以給你地方的選舉權 對這是一種 然後另外一種是說 如果應該說 這一些國家開放的國家 它會有幾個篩選的機制 就是說要評估的機制 例如說它不管一個是居留多久 然後一個是開放到什麼樣的範圍 這是有一些會是他們 就是其他國家他們會以這兩個而有差異 但是的確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的國家它其實陸陸續續有在開放 有在思考所謂的 不要把就所謂的這個政治權 不是侷限在所謂的公民 而是在談住民 對只要你是住民的話 居住權的人 然後可以 對 有局部有這樣的方式 但是的確不容易 所以我們其實也可以看到 就我剛剛說挪威那一些 包括韓國 香港等等 其實都有一些開放 就是說讓他們有這些資格可以去 對 所以其實每個國家的做法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當然我們會知道有些國家 它可能更開放 例如說我們可以看到特別像歐洲有些國家 歐洲比較左翼的國家 社會主義的國家 他們其實不只是開放這些所謂的投票權 甚至會接納所謂的難民 或是接納所謂的移民 那這當然是展現出一個所謂的大國 或是展現出一種所謂的包容 或是多元的一種面貌 可是當中這樣的一個 其實這樣的一個政治權利的爭取 其實背後 我相信也是存在著這樣的一個意義 就是人生而為人 它就應該是平等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 我們看到這些國家 他們其實包括 我們看到德國總理 也許一開始的時候 是非常開放 心胸大肚 可是它內部 就會開始產生很多的衝突 那法國這樣的一個衝突 其實更嚴重 就是當我們開放這些所謂的移民移工 甚至他們有這個居留權 政治權 甚至他可以取得身份證之後 有些人會擔心 會不會這個國家 這個社會 其實是會失去了秩序 那我們準備好了嗎 會不會讓這個社會 是更混亂的呢 其實我覺得會有這樣子的 會有這樣的論點 當然就是我覺得 他們就是有一個框架 在看這些人 就是覺得這些人來會怎麼樣 我們常說的就是 其實跟台灣一樣 在看移工一樣 就覺得帶著一個 他們一定犯罪率會高 會怎麼樣 就是所謂的 但是會覺得說我們的資源是被排擠 對 但是在現實上面 不就是一直出現這些問題 所以這些國家的這種 所謂的民族主義式的 或所謂的右派的這種 所謂的反彈力 要不就是更大的嗎 是啊 這也是我們 後來應該很難很難 就是步步 沒那麼容易 因為其實我們也沒有妄想說 我們提出這一個 馬上就能達到 我覺得這說不定是十年二十年 我們要持續討論的 那當然要清扯到 包括有些資源啊 或者是該開放啊 他們該享有的權利義務到哪裡 等等等等 對 但是回到一個現實來講 就是在這個時間點 提出這樣一個主張 其實我們回到 在台灣的實際的狀況 已經有 還是有不少人會主張說 本勞跟外勞的薪資要脫鉤嘛 那這個連這樣一個薪資 都決定要脫鉤 然後 可是你們不僅隨著 不能要脫鉤 但是更要的是一種 所謂的政治權力 加上某種的這種 所謂的對等性 不覺得這樣的一個主張 在現在提出來 會是引起更大的反彈嗎 或者是說它其實是一個 非常更艱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可能連薪資 要不要對等 就會有一些人有不同的意見 我覺得反彈隨時會有 對 不管是 就算現在不談基本薪資 提這個 提一公公投 我覺得任何時段 我覺得這都要歸納在一個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說 這的確要收在一個 就移工的確是被 以他者看待 沒有在這裡的一個 一個的情況 因為像 基本薪資脫鉤就是你跟我 然後 移工的政治群就是你跟我 我們是不同的 我們是不同的 但是其實有一個最大原則是 就是這樣把我們切開了 但是把我們切開 不代表說我們 事事不合理 就是說我們既然是同樣的功能 怎麼可以全力上 都是人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全力切開 對 我覺得這樣的衝突應該隨時隨時都有 對 那怎麼面對呢 作為這樣主張的這種倡議者 我們只能 對 就是盡所能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其實我們可以察覺很多的 台灣的群眾 他其實是對移工的狀況 不是太了解 所以這當然是我們第一步 讓他們了解 理解 然後問題怎麼解決 如果可以更深的去思考 去分析 這個怎麼解決 例如說 家庭抗功沒有勞動反應保障 那給他們 他們想給保障 可是問題是他們給不 家庭雇主給不了 那就會連接到長照的問題 等等等等 相關的 對 所以它其實不是一個單純的 資源排骨排擠的問題 它其實包括 有時候是我們站在一個人的角度 或者是 有時候我常會覺得說 我們換一個角度 假如說我們就是那些移工 那我們做同樣的事情 為什麼有些人的權利 跟我們的權利是不相同 我們一直很反對 所謂同工不同酬這件事情 那同樣的在做同樣的勞動 那為什麼 這樣的種族 跟那樣的種族 這樣的一種背景 跟那樣背景 他們怎麼可以有這樣一種差異 這也許是我們可以再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當然 移工的政治權利在台灣 是一個非常新的一個話題 我相信在推動過程當中 可能會引起很多的質疑 那當然倡議者本身 也必須要對這些議題 我們必須有更多的深刻的討論 或者是更多的分析 不過我想這都是一個開始 那也開始有這個移工的 這個公投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也希望大家能夠有機會 可以去理解或者是參與投票 我們下禮拜空空再會 謝謝羅隆 謝謝拜拜 天空的眼淚 吸過了世界 愛來不及發現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見 心中的黑暗 掩蓋了希望 光 忘記有想 忘記有想 很像